我們入政題,回應網友的疑問 其中一個網友問,在美國的風水佈局 他問,其實美國的civil war 是否將會離開 他打了一個問號 這個網友很可愛 我認為他應該是華僑 他住在宜宙文 他問這個問題,可能坊間有預言家 有四隻手、六隻腳等 所以他就有這些疑問 我試一下 應該之前提過這個問題 他提起我準備一下 我用少許時間去看看 我亦預約了一支掛 我看一支掛 他說,其實他所說的 我正在針對美國 他問他的問題 他試過接下來 會否有civil war 打內戰 是的 我印象中,美國應該打過一切內戰 是 南北戰爭 是 那時南和北 南梦德大家的 當時的要求有些不同 一邊是解放哈勞 一邊是不想解放哈勞 是 我們表面看就是這樣 來裏可能還有一些歷史的事情 是 那接下來會否還有呢 我預約了一支掛 就看 他就告訴我們 就 似乎大的師傅窩 就不覺得都會有 但是他會有這樣 他說,事卒就會有爭鬥 嗯 就是說 很高層次的 例如說,一個南北之爭 東西之戰 這些可能沒有 那似乎一些事卒 可能一些各部地區 有些人 搞亂事情 這件事就會有發生 嗯 那麼 他大約的方位 告訴我們 好像說東南邊 嗯 嗯 嗯 我又沒有問他時間 但如果我們預約的話 可能就是 不會說太長時間 幾年內的事情 嗯 幾年內的事情 是 是 那我就不應該這樣看 是 那一般如果你說看地形的 那好像我們學風水 我們怎麼都要看 美國的龍馬 是 那就是 東西兩岸 嗯 東西兩岸 嗯 我們看風水的 就是山主人丁 水主才 是 其實就是說 你打仗的時候 你猜有錢的人 打贏一些 應該是 應該這樣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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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錢的 那班人 打贏一些 因為 純粹是 一些 就是 山啊 港人的性格很剛強 很剛烈 那班人 打贏 那當然 有錢的 會打贏 是不是 師傅 應該這樣看 是 我說重視錢 是 我們看很多時候 那些地方是會這樣 是 重視錢的人 不想打仗 是 不想打仗 哦 我明白你的意思了 就是 我們 何謂打仗 哇 生靈塗炭 最重要就是沒有錢 現在就是經濟戰 其實就不會說 真正正打這個 即是常規 有什麼殺傷那些 是 如果是一個地方是主才的 如果真的打到來 不如拿錢走 是啊 你看看 南北戰爭 不是美國的南北戰爭 越南越北越那些都是 是 就算朝鮮那些都是 是 無形中 北邊有山那些 真的不說錢 就是一些意識形態為主 那些可能就會 那如果你看回東西兩岸 哪裏山多些 都是東岸 是 西岸 西岸多些 因為洛基三文在那裏 東岸那裏是平地平原的 是啊 自古以來他們文化 好像你說那些 那些 長春藤大學 大部分是 在東岸那裏 是 高端的知識分子 是 在那裏 如果有機會 他們的意識形態有分別 是 東西兩岸 有聽過我們說 東西兩岸的人的取態不同 會不會有這些 我看之掛就不會是這個問題 就是 你說地形分析 可能是 說多了 就是 分析一下美國的地理環境 兩邊的人的特性 對於生活的要求 對於生活的要求 可能都會有少少不同 東西兩岸 但他不會去到戰爭 就看不到 其實師傅 我覺得你很厲害 這個問題 我這樣問法 你都答到我 從地理環境 你都可以說到 他會不會打仗 大哥 這樣說 都只不過是一個 分析 分析 我們並不是一個 預言的節目 沒錯